新罗帝国明明连一个强者都没有 却为何能稳压天斗帝国 让五魂帝国忌惮呢 在两大帝国会晤中 一个魂斗罗级别的黑虎宗宗主 就可以拦住新罗帝国的势力 都说新罗帝国国王是94级封号斗罗 但他却从未展现过封号斗罗的势力 所以就有了新罗帝国没有封号斗罗的说法 既然没有高手 那凭什么说新罗帝国比天斗强得多呢 其实从戴木白的话中 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首先就是强者为尊 戴木白曾跟唐三介绍过 新罗骑士一直都比天斗帝国强大 如果没有五魂殿 新罗也许早就吞并天斗帝国了 而新罗之所以这么强 其原因就是他们的竞争机制 想要登上皇位 就必须抹杀弱者 比如戴维斯和戴木白 必须抹杀掉对方才能继承皇位 这种互相残杀的生态模式 让新罗帝国形成了一个强者为尊的环境 因此 虽然封号斗罗没有多少 但整体战力依旧很强 随后就是拥有众多魂尸 要知道 封号斗罗虽是魂尸中的佼佼者 但魂尸军团的战力 可不单单是看几个封号斗罗就行了 其真正核心在于这些低等级魂尸 新罗帝国虽然拔尖的魂尸不多 但他们的魂尸数量 却是远超天斗帝国的 最后就是五魂融合计 在新罗帝国皇室有一种名音现象 戴木白和戴维斯的妻子都是朱家的女孩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娶了朱家的人 才有可能得到五魂融合计幽明白 这个融合计在魂斗罗级别的时候 就能让封号斗罗忌惮 所以说这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综上所述 种种原因导致了新罗帝国的强大 天斗帝国一直都很弱小 并且被五魂殿暗中蚕食 长期处于动摇阴谋中 要不是唐三的出现 早就被五魂殿吞定了 最后迫于五魂帝国的压力 天斗和新罗才联手对抗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